來看一個比參的家庭 這時間他在驕債六十多歲 是心中愛的婦女 在家庭已經過往很多天 他一樣 原來是心中愛的女孩 陪在圍體旁邊一樣 原來是我們一天 但是一樣的事情 其實十多年前 我們發生在這個家庭 這個時候過往是 扶你們的同事 替人家遺到的騎乳 住了一堆心中愛的母子 是為神教歷管的 真心中愛的國安 因為兩個人有心外靈立 所以為神教並沒有共責就醫 但有不定期的去拜訪 十五號為神教的人不去拜訪 所以沒有人應問 想不到十六號回去的時候 發現媽媽 好像已經過往那天 怎麼有人躺在地上才發現這件事情 附近機民表示 平常是沒有小孩兩個人 沒什麼會跟出兵應為 林鄒去探視的時候 十五孩也不會開門 所以出兵一定不知道媽媽已經過往 我們每個都不開門 都不開門 對 燒燈跟門都不開門 都不開門 就都不跟出兵 都不跟出兵 這個期間十五孩就 看到媽媽的為替結束生物 但這樣被教在這個家庭 已經不是第一次 十二年前爸爸過往的時候 母子兩個人 也是這樣看到為替生物 滾到岗子才會發現 為神教接到通報後 也會介入服務 但處兵因為 十五孩有真心中的 而且還沒定期的發作 現在照顧她媽媽 也已經過生意了 政府應該協助回到安地 不要讓她回到的社區 在地生活 她不用在度發生事故 所以沒有人知道 記者談判有 口正準 加她報道